大家好 今天不种菜 介绍我去年开始种的龙沙宝石 龙沙宝石是一种藤本月季 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花形特别 植株也会长得很大 非常适合做花墙 拱形花门和花柱 去年春天刚买来的时候是小小的一棵 就这么大 到现在我种了有一年四个月了 生长很快 变化也非常大 我不是特别会养花 所以我觉得龙沙宝石很适合新手种 好养 长得快 开花量也多 花形好看特别 我所居住的地区 冬天最低温度在零度左右 冬天龙沙不会掉叶子 这是11月份的样子 12月还在生长 可以看出枝干比11月份长长了一些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龙沙宝石是比较耐寒的 卖家也是推荐适合的种植区域是 5区到9区 我是在10A种植区 可以种植 冬天不掉叶子 植株也在生长 我查了一下 5区的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28度 想要种的朋友可以参考 龙沙宝石开花 要经过冬季的低温村化 要有一个月左右 低于5度的温度 春天才能开花 所以也不是越温暖越好 冬季温度在5度以上的地区 可能就种不了 龙沙宝石是大型的藤本月季 适合做花墙 拱形花门和花柱 在种植前先想好要什么样的效果 我想要一面花墙 所以我把它种在了墙边 留有充分的生长空间 我这个架子是2米4宽 现在已经长满了 看情况还要扩展 它喜欢光照 要种在至少有4个小时光照的地方 光照时间长 花的颜色会深一些 光照少 花的颜色会浅 花量也会少一些 以上是我们种植前要考虑的 这是去年4月份 刚买来的小苗 种植前先挖一个坑 在里面加一些底肥 加底肥的原则是 氮磷甲肥都要有 毕竟现在是小苗 开花是次要的 主要是长好质干 刚移栽的苗长得很慢 因为没啥变化 我中间都没有拍它 一直到去年11月份 长了7个月了 是这个样子 也给它搭上了架子 架子的选择很多 主要就选这种网格的 可以把枝条绑上去 寒冷地区冬天应该叶子都掉了 龙沙进入休眠期 春天植株蒙发新芽时 可以给它加一些豆渣肥 因为我这里冬天 它还在生长 我在12月份 给它加了豆渣肥 三月的时候发出了新笋 而且已经看到一些花苞 4月10号 这是第一朵花 4月11号 第二天 又开大一点 第一年开花 植株不是很大 这是新发的笋 上面有5-6个花 5月1号 进入圣花期 进入花期了差不多半个月 11次肥 及时补充开花 损耗的营养 我用的是这种肥 但磷甲比例是3-1-2 水溶性很好 直接兑水浇花 兑水的比例 我是看着来的 可以按照说明兑水用就行 龙沙宝石越长越大 后来我把两边的花给移走了 这是7月初 还有灵星的花在开 两边的花移走了 我也把它重新绑扎走线 这样就清爽了很多 这是现在的样子 这是今天刚拍的 一边是漂香藤 一边是大梨花 大梨花还没开呢 大梨花以后也要挪走 下面又长出几个心损 推荐大家种龙沙宝石 不仅是它的花好看 它还非常好养 抗病性非常强 几乎没有病害 我家别的品种的玫瑰上 总是有芽丛 也经常有黄叶 龙沙宝石上没有芽丛 黄叶也非常少 也不用修剪枝条 只要绑绑枝就行 是非常省心的 而且我还繁殖成功了一颗龙沙 方法是用高压繁殖 没用土 用的是水 根生的不是很好 转移到花盆里一个多月了 新发出了好几个新枝 这就算是成功了 过些天准备把它种在旁边 两颗龙沙 真正可以长成一面龙沙墙了 以后会越来越美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